南投普里市区一处巷弄 周二在进行重铺薄油路工程 结果才刚铺好不到一个小时 就有一个阿伯自备了两尺还有喷漆 私自化设了停车阁 让附近的住户看傻眼气得报警 警方到场之后要求他恢复原状 阿伯自知理亏也乖乖皱呗 马路人家才刚铺好很漂亮 你们就自己化停车阁 你觉得这样子可以吗 超美功德心的 画面中穿着白色上衣的阿伯 不顾附近住户反对 拿着白色喷漆对地面继续喷喷喷 帮自己化出一个停车阁 他都会上次就有化线了 在还没铺设马路之前他就有化线了 然后结果我昨天回来的时候就发现 刚铺好而已 然后他就开始化线 要自知他 然后结果但是他就跟我说 他不怕 然后叫我们要报警就去 11号上午 福利镇公所进行重铺薄油路工程 刚铺好一个小时 早上11点证明阿伯就开着自家轿车 自被两尺喷漆 化设停车阁 夸张行径让附近住户看不下去 记得报警处理 我觉得很夸张 应该要先经过申请 然后让政府去化不能自己化 回到事发街口 阿伯已经在喷上黑色喷漆 把路面恢复原状 福利镇公所表示 民众不可以擅自改变公共道路现况 公所也规划将在今年年底 在这个路段事半收费停车 让需要车位的民众使用者付费 记者曾鲁鲁城南投报道